女孩刚满18却意外怀孕 看着厌孕棒上的两条红杠 她忍不住落下惊恐的眼泪 转头跑去找富二代前男友 舒克之对方根本就不认账 甚至觉得女孩小母平子柜攀上豪门 美一看着小帅冷漠的态度 心中顿时有种强烈的无助感 不料意外却发生了 美一腹中竟传来一阵剧痛 脸色突然变得无比苍白 小帅也被她吓了一条 连忙上前扶住了美一 然而情况比她想象中的更加危险 美一下体竟流出了不明液体 两人顿时下蒙圈了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而这一幕恰巧被心机同学看见 可她并没有上前帮忙 心里却盘算着如何引爆这种仇 美一原本出身平民窟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垃圾回收工人 而母亲也是在学校做清洁工 可她却凭借着惊人的天赋 考上了一所贵族名牌学校 可她出身低贱注定很难融入富人的圈子 就连男友得知她的出身 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分手 转头就找了一个门当户队的新女友 可两人才刚分开没多久 意外却发生了 美一竟然经常觉得恶心嗓味 她还以为是自己最近吃错的东西 可母亲的这一番话 却犹如晴天霹雳让她当场问不 美一立即借口自己有点 将母亲送出了房间 转身打开电脑查看怀孕的症状 没想到竟和自己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此刻的她真的是心乱如麻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不料下体传来一阵异痒 她一把掀开被子 却发现床单已被染成了深红色 这一幕吓得她差点喘不过气来 然而画面一转 美一再次从床上醒来 她立即掀开被子查看情况 她突然发现自己刚刚只是做了个噩梦 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会怀孕 睡上一觉明天就什么事都没了 可第二天上学时 她心中始终是无法安眠 刚下公交车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转身往药店的方向走去 可面对钥匙的询问 美一羞涩地不敢开口买验孕榜 毕竟她现在还只是个学生 只好谎称自己是买卫生素的 可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旁边的验孕榜 就在钥匙接待其他顾客时 美一悄悄走到架子旁边 快速拿走了一盒验孕榜 还顺手将钱放在了上面 做贼心虚的她慌忙跑回了学校 第一时间躲进了卫生间 此刻的她无比紧张 一直盯着验孕榜看不不停 心里默默祈祷千万不要双岗 可事与愿违 验孕榜上显示结果让她不知所谓 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这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料她的哭声引起了同学的注意 其中一人恰巧是前任小帅的女儿 翠花连敲了几下门 眼看里面的人没有任何活 她便打算喊学校管理 可一旁的同学却劝她别多管闲事 翠花也觉得自己有点无毛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出了卫生间 恰巧和美一的母亲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 美一迅速用纸巾包住验孕榜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可她刚打算离开 却看见母亲就在门外 吓得她连忙躲了回去 她趁母亲在隔壁收拾垃圾时 轻手轻脚走出了卫生间 可此刻的她心神不定 还没从当当的状态恢复过 就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而另一边 美一母亲还在收拾垃圾 却不小心弄掉了一个袋子 可她却震惊地发现 竟然有一条使用过的验孕榜 看着上面显示的两条红档 她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这可是一间名校 学生在读期间 怀孕可是见天大的仇 她转头就跑到校长办公室 打小报告 校长听完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而另一边 美一跑到广场上平复心情 怀孕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可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晚上吃饭时 母亲竟突然提起白天的事 将在卫生间 捡到验孕棒的事情说了出来 她的一番话下的美一脸色苍白 让她更加崩溃的是 从母亲的话里得知 校长即将展开调查 要将这个怀孕的学生找出来开除 免得损害了学校名誉 此刻的美一差点情绪失控 她借口去厨房端菜离开了餐桌 不料由于情绪波动太大 竟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差点就吐了出来 可她还是强忍着让自己保持清醒 绝对不可以让母亲发现一场了 晚饭过后 美一立即上网搜寻黑诊组 想要偷偷跑去做手术 还真让她找到了一家隐秘的黑诊组 可对方却开出了五千的高价 美一连忙翻查自己的零花钱 结果才发现只有三千 无奈之下 她只好联系好闺蜜借钱 第二天一早 美一来到了和闺蜜约好的见面地 对方毫不犹豫将钱借给她 可对于学生的他们来说 两千块可不是小钱了 闺蜜看出美一遇上了困难 可不管她如何询问 美一始终不敢开口说出真相 道别了闺蜜后 美一按照地址找到了黑诊组 可看着屋内的遗气后 她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黑护士一直催促她赶紧换上衣服 手术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可美一却犹豫了起来 而一旁的黑医生却表示 先照一下B超看看情况 在两人的催促下 美一颤颤巍巍地躺上了病床 黑医生一把掀开她的裤子 涂上一些不知名的液体后 遗气上很快就出现了影响 看着已经成型的胎儿 美一心中却是百般不舍 然而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的剧烈的敲门声 原来是警察收到举报找上了门 黑医生两人顿时就慌了起来 两人连忙收拾东西从后门逃跑了 美一也从病床上爬了起来 她连忙拿起自己的衣服和背包 打算跟着黑医生他们跑路 可警察看屋内久久不开门 直接拿来了装备强行闯路 处直绑 到了 到后门 到后门 流 discipl吸进 Nope 到后门 際之期 ером